我一同试试出了名的浪子 情人节那天他群发短信表白 最起码有三十个女孩答应了 第二天脸轻鼻肿的来公司 闺蜜发说说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银行卡上的余额 敢于正视棒蹭上的数字 有个医生正准备给一个躺在床上的中年男病人打针 突然地震了 医生说 哎呀 好大的人老吗 打个针都怕 晃仨子吗 昨日晚饭后带儿子散步 我们边走边闲聊 聊得甚是愉快 突然 儿子对我说 老爸 我们结拜兄弟吧 我带着儿子去洗澡 刚脱完衣物 想起忘了拿浴巾 就对儿子说 你出去找阿姨要个浴巾拿上来吧 儿子说 爸爸 还是你去和阿姨要浴巾吧 我怕羞 你下面有胡须挡着 好